大家好 我是Patrick 我們回來看薑黃素抗癌功能 這裡有一份醫療報告 美國德州的Anderson Cancer Center 做的一份報告是非常好 值得大家參考 薑黃素可以減低炎症 血管增生 腫瘤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肺病 神經系統疾病 皮膚病 肝病 骨骼病 肌肉病 很多痛症勞損都可以 講不完 但最重要的是這個報告 薑黃素裡面有一個系列的薑黃素 Curcuminoids 最主要有這三種 簡單地叫做C1 C2 C3 英文叫做Curcumin Demophilus curcumin 和Bisdemophilus curcumin 中文更長 叫做薑黃素去夾氧基 薑黃素 商去夾氧基 薑黃素 簡單地叫做C1 C2 C3 這個C1 大約佔了薑黃素的成份 60% C2大約佔17% C3大約佔0.5%到1.5% 但大家要注意這個C3 這個C3是它最重要 即是說薑黃素能夠發揮到 它的醫療和保健的作用 是靠這個C3 我們簡單地叫做BDM 或者BDMC 究竟它可以做到什麼呢 這份報告裡面 就說出了有18種 這個C3薑黃素 能夠做到 或者它自己 即是只有它可以做到 或者它比C1 C2 是功能更好的 即是一些療效 功能在這裡 第一 這個C3是最有效的 抗癌的薑黃素成份 這是第一 第二 它是對抗癌細胞的生成 和腫瘤細胞的變異 和抑壓折癌源的功能 第三 就是抑壓癌細胞的擴散 就是女性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它是對卵巢癌 乳腺癌 和大腸癌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好了 還有是什麼呢 改善先天性的免疫系統的疾病 功能 對肝臟特別是喝酒多的人 晚上好夜睡的人 經常熬夜的人 可以避免肝毒素的積累 以及酒精引致膽固醇的硬化 以及其他肝臟問題 還有一樣 就是糖尿病 對糖尿病的治療非常之好 當然十八點我不全部講了 但是這六點都很值得 我們去注意 以及講了這種C3薑黃素的功能